我请你们吃这个瓜 然后呢 我现在要把这瓜切开 董格是旅居休斯敦的一名华裔女性 对食品艺术十分感兴趣 她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盘子 作为食品的绘画画板 并且直接拿蔬菜瓜果 甚至是大米古物等各种食材作为颜料 创造出精致的艺术画 这部她即兴创作的一组食品画诞生了 刚才谁姓 谁意 谁食材 就是因材而至 那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人物嘛 就是看到各种不同的食材 然后我就记性 记情 灵性出来了 随意就是创作了一个农村的妇人 然后呢 那个一段爱情的故事在盘子里 还有一些小女孩这种感觉 因为我画画 我画油画 现在画刀割画 那么从有一次偶然之间 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个人做这个 然后我在做菜的时候呢 剩下那些边角料 那些菜头菜尾啊 该扔掉的 哎 烂掉的都发黄的 它各有特赦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用那个蔬菜做了一个旗袍女人 哎 我感觉很好 然后发到网上 然后很多人都特喜欢 从这以后我就感觉哎呀 太美好了 我每做一个我那种心情的愉快 无法形容 真的很好 那么大约我做这个快两年了 说是喜欢 那是刚开始 说它是我生命当中的 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把我凝聚在里 把我已经渗透了进去了 我每天可能是忘了我做别的事情 我把这个事情都做 因为我做饭的时候 剩下的我就顺手就把它做了 来自我 所以说每一天都做 它来自于我生活的 生活的 甚至我到哪去参加 party party上这些大家扔掉菜 我看着我都要摆两下 就是这种情不知境的感觉 它就是说 用食材的颜色和食材的形状 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这些 它就自然而然就把我带进 这个食材构图的意识当中去了 比方说这个吧 这是一个苦瓜 那我就觉得苦瓜把它切出来 就是说 这个 不整齐的感觉 就有点像大地的感觉 就给它铺在这 那我家这个 这个放了很久的蒜 已经长着芽了 不能吃了 又扔掉了 那扔掉又可喜 那在我制作这个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属于废物回收 也喜欢攒的一些东西 都不喜欢扔掉 不知道在哪里会用到 我在这个里头 就把它放到一个 就赶着一个树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一个画面 它就出了一个 这个动感 和有情节的一个画面的感觉了 这些东西都来着 像这个东西 像这个都是皮 是我吃的石榴 石榴皮 我用那个刮刀 把它刮下来了 然后呢 就随便的就用手 把它摆在这 然后呢 它就构出了一幅画 告诉了一幅很有魅力的爱情故事 那么这个呢 虽然是不能保留 它艺术是相通的 做这个食材 带给我很多感受 对我的画画 对我的穿衣 对我的一切 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和启迪 它不代表什么 但它会给予我 不仅是快乐 而且艺术的升华和提高的过程 艺术并不是说我们大手笔的要做什么 就是你身边举手就可以来的 我觉得这个呢 是很容易的 我们每天都要吃吧 把鸡蛋变通一下 这就是给人家没有食欲的人 也带着这个食欲 然后至少他一天的心情都很好 这是早餐 早餐 你看我再煎一个 然后把这个做完 那么做的过程当中 我也找到很多的快乐 那么做完当中 我又能找到快乐 是不是 那么 我们把它做完了 加上这么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很简单的一个早餐 那么像孩子 家人 不愿意吃东西的时候 那尤其是小孩子 不爱吃水果 我们就可以做这种感觉 你看小花猫的眼睛 要不要我呀 那你给到孩子 孩子 太可爱了 我要你 好 妈妈就可以说 你要你就把它吃掉 我相信 热爱生活 热爱家人 然后释放你那份 内心独有的快乐和美丽 就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